也是一樣OK沒有問題 但是會比較簡列 那我們來看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當然理論你們就F8啦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盡量逐行去看一下 OK 各位有沒有看到 小於1的沒有出現 大於30的 因為L3是剛好是30 所以也是不會出現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其實邏輯上面 跟什麼呢 跟剛剛的我們那個函數是一模一樣 做出來也會一模一樣 所以最後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再加一個按鈕 這邊是萬年利 那另外底下再加個清除 如果說你要把日記清除的話 那你就直接怎樣 最快的方法是把上面複製起來 貼上去 這邊改個清除 好這邊改一個清除兩個字 就是把 那其實要做一個清除的那個功能 非常簡單 我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清除的話 其實只要怎麼樣 其實只要把這一幾行都刪掉 就是回圈裡面 你只要做什麼事情 回圈裡面只要做 就是給空置串 這樣子清除執行起來 有沒有全部清除 也就是說上面 回圈都一樣嘛 只是說丟什麼 丟空置串進去就好了 OK 所以你這個跑出來 這個可以清除 最後的話 請各位自行在旁邊增加兩個按鈕 萬年利 按下去 出來 清除 按下去 清除掉 我就OK了 好 第一階段我想大概 這樣已經差不多了 可是當然這個程式 永遠沒寫完一天啦 可能有同學講說 像上次我上完這個部分的時候 就有同學馬上問說 老師不對啊 那 那會不會將來沒有這個東西呢 沒有L4 也沒有L3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是直接去 找這個東西啊 那假如說 你沒有這個L4跟L3的話 那 你就沒有辦法做後面的 變成我們這個程式就要 再修改 那再修改的話 其實基本上 這個東西在哪裡 這個東西在哪裡 當然如果你將來遇到的話 我剛才講 你可以有方法很多 解決問題的方法很多的 你可以怎麼樣 當然如果你實在不想想太多 你就讓它躲起來 躲在很遙遠的地方 對不對 那還是 因為我講過了 一般老闆他絕對不會看你的程式嘛 而且他也看不懂 反正你如果說 你今天只是要把問題解決的話 OK可以這樣做 但是如果你要追根究底 你是那種 時事求事的 我就是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話 其實就要去想說 VBA有哪一些函數 可以去判斷 這個L4就是 什麼呢 那個 weekday 跟weekday一樣的那個